尿蛋白是指在尿液中检测到的蛋白质的存在 正常情况下,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很低 通常不被检测到或仅以微量存在 如果在尿液分析中发现高浓度的蛋白质 可能表明存在尿蛋白 尿蛋白的出现可能与多种疾病和情况相关 其中包括以下几个常见的原因 肾疾病,尿蛋白是肾脏率过功能受损的常见指标 肾小球滤过膜的损伤或通透性增加 可能导致蛋白质从血液渗漏到尿液中形成尿蛋白 常见的肾疾病包括慢性肾病、肾炎、肾结石等 高血压 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可能对肾脏造成损伤 导致尿蛋白的出现 尿入感染 尿不感染可能导致尿蛋白的暂时增加 尤其是在感染严重或泌尿道受到炎症刺激时 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种代谢性疾病 患者可能发生肾脏损伤 糖尿病肾病 导致尿蛋白的异常增加 肌肉剧烈活动或剧烈运动后 剧烈运动或肌肉过度疲劳时 可引起暂时性尿蛋白 如果您的尿液检查显示异常高的尿蛋白含量 建议您咨询医生进行进一步评估和诊断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一步的尿液检查 血液检查 肾功能评估以及其他相关检查 以确定引起尿蛋白的原因 并制定相应的治疗计划